最近国内疫情严峻 也让医疗应变组副组长罗医军 忙到连洗衣服的时间都没有 指挥官陈时中透露说 罗医军在前天深夜都已经11点40分了 突然向他请假 而且理由竟然是他要回家洗脏衣服 要不然真的没有衣服可以穿了 好 陈时中说他当夏天了觉得很心酸 甚至眼泪差一点就要掉下来了 这段影片一曝光 让不少网友纷纷抢着报名 要帮国民女婿来洗衣服 还有人推荐说自家的女儿很会洗 想要当国民丈母娘 而今天行政院长苏贞彰听了 也趁机催婚 陈时中参加小英之友会活动 突然跟身旁的人聊起 医疗应变组副组长罗医军 前天半夜开会开到一半 突然告假竟然是要回家洗衣服 这答案有洋葱 连陈时中都心酸倒又落泪 布置陈时中很心疼 网友也纷纷留言 报名要帮罗医军洗衣服 不少人也抢当国民丈母娘 推荐自家女儿很会做家事 同时感谢防疫人员 但有人搞笑留言 大家这样很残忍 因为抢着洗衣服 这样罗医军只能够回去 卫福部加班 为了洗衣服请假 真诚发言 让在场开会的都嘴角失手 心里又同时酸酸的 行政院长苏仁常听了 则想国民女婿趁机催婚 台中婚宴传播链再扩大 又增加了十一个人确诊 当天在自助餐厅VVG现场的 宾客跟工作人员 总共是有184人 通通被匡列筛减 而如今173人结果出炉了 在今天又再新增了 11名阳性确诊 统计婚宴现场 一共是有21个人染疫 而这新增的11名确诊者 足迹分散在全台湾各地 目前已经紧急联系了 要进行后续的匡列 避免疫情再扩散 台中婚宴传播链持续延烧 当天自助餐VVG 至于包含冰坑工作人员 总共184人通通匡列筛减 如今173人结果出炉 一号再新增十一名阳性确诊 统计婚宴现场 一共有21人染疫 担心当然是会啊 那我不大敢来 有 有点担心 那还是要小心 跨县市群聚点就在台中市 不少确诊者即便是外县市民众 但吃完洗烟后继续待在台中市活动 留下不少足迹 包含百货公司高铁站商务圈餐厅 也让民众担心会让疫情扩散 很担心 因为疫情一点都没有改善 怕自己会确诊 然后尽量找出去 另外台中市相隔32天零确诊 如今一名六十多岁妇人 参加了这场婚宴染疫 活动范围涵盖盖了购物中心 山区市场和拖婴中心 增添社区风险 市府也紧急在七个行政区 加开快筛站 同时发送三点六万封的细胞简讯 提醒有相同逐渐市民 可以前往筛检 才能在第一时间找出确诊者 避免病毒持续扩散 基隆疫情爆发已经一周了 累计个案来到九十一例 指挥中心跟基隆市府 决定要实施类普筛 就是采取非常自信的 让国内专家对累普筛的效益 感到十分悲观 系统疫情断断一周 从园景小市店校园多点爆发 主管中心跟基隆市府决定靠 累普筛绑堵 但目前只有想法细节没定案 今天会把二十万计的这个 司机先送到这个市邓 现在就是没有办法确认 现在就是还要再讨论清楚 市长林优昌透露累普筛 采取非强制 预期将民众自愿参加 但实际上快筛事迹发下去 有多少人确实拿到 当中又有多少人真的会拿来用 并且用的正确 也有多少人愿意回报 每个关卡人数都会流失 有专家悲观看待 三十六万的基隆市民 有一半配合就不错了 不强制没有后续的作为 帮你塞的人会比较少 帮整个疫情踩点刹车 可是不太可能反转 比较立即的就是先把高风险 执行的地方 隐性感染的先抓出来 你如果要做基隆的一般市民工程 好大 不晓得我们有没有能耐 直言现在才要类普筛已经太慢了 更不要说想扭转乾坤 甚至清零几乎是天邦夜谭 前机管局副局长施文宜 更是表态不看好 认为血清学调查更重要 否则只能永远追着疫情跑 更提醒要做好大流行应变计划 又增加强调 虽然居家快筛诊断证确性不高 但起码方便 呼吁只要有感冒症状的民众 尤其是比较容易接触病毒 而且活动力高的年轻人 一定要去筛 才能避免传染给长者跟儿童 台中婚宴群聚案持续扩大 那么现在有医师发文表示了 奥秘区来袭 居然还有人举办自助婚宴 这就是防疫进取与零的证据 因为要是自助餐的话 其实还好 但是喜宴的欢乐气氛 互动就会相对的比较多 因此也顾问大家 最可怕的时间其实还没有来 民众在清明廉价期间 千万不要去高风险的地方 其他医师则认为 想要防堵疫情 在廉价过后大爆发 除了防疫措施要做好之外 打满三剂疫苗也很重要 台中婚宴传播链持续延烧 尤其是周四的87例本土个案 创下近几个月来的新高 有医师在脸书发文指出 欧梦狂来袭居然还可以办自助餐婚宴 这是防疫区近于零的证明 因为如果单单举办自助餐还好 但婚宴就是特别欢乐 互动特别多 使得群聚染疫风险大幅上升 人员是在移动的 很容易有一些比较情绪的表露 所以比较容易发生群聚感染 就是飞沫的容易散发到空域中 人家手碰过的公块 公石你还是会去摸 加了婚宴 更多人触摸的机会 一时点出举办自助餐婚宴的群聚风险 就是在于人流走动和亲友喧哗等过程 都会大大增加飞沫传染的机会 一旦碰上欧梦狂 又会让疫情传播快速 随着这一波本土疫情升温 也让一时市井天下还没太平 最可怕的还没有来 请不要松懈防疫 尤其是春假没事 不要去传染风险高的场所 请大家帮忙给台湾再一次清零的机会 清明年假当然是会让疫情再升温 只是说这个升温 是我们可以接受的平缓 趋缓的一个升温 还是说它是一个指数的升温 这个其实要看大家在清明年假 一个交流行为上的一个自我克制 想避免迎来本土疫情再次大爆发 一届呼吁清明年假如果要出游或是聚餐 防疫一定不能松懈 还得冲高第三季的涵概率 即使不幸染疫才能降低重症和死亡风险 记者送不到